hello 各位好 你们的老仓鼠又又又来了 今天这个视频是我为了庆祝在B站粉丝过万 放出的一套我最自豪的菜品 轻松脱骨的肋排 切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 别把肉弄散 仓鼠个人强烈推荐 长时间的低温慢口 配合反复涂抹收口酱 让肋排保存了大量水分的同时 肉质也发生了转变 这是真正的入口计划 一定要试过才知道那种 我的配方是低到纯正的美式BBQ口味 仓鼠不主张使用本土化之后的食谱 入口先是烟熏辣椒带来的木质香气 然后红糖的焦香在果酸中迸发出来 盐、胡椒、蒜、洋葱四大天网的组合综合的非常均衡 总之这道菜端上饭桌 你就是整桌最亮的杂 一道美式口肉分为抹料和酱料 我们需要提前一天将肋排用抹料腌制 这里仓鼠讲一个小知识点 我们的腌制过程总体来讲是两个过程 一是盐的渗透 二是方向物质的渗透 盐的渗透十分有限 经过一夜大概可以渗透2-3毫米 而方向物质分子指降较大 溶于油脂的效果比水好 所以我们腌制时的思路就比较明显了 一是肉质不要太厚 二是油花要多且均匀 我使用了伊比利亚小黑猪的鞭排 油花多了而且肉质薄 不喜欢筋膜口感的可以去掉筋膜 我个人是从来不去的 怕不好入味可以打个花刀 如果你的肉太厚 也可以用注射的办法加深入味程度 如果涂的过程有困难 可以淡一些水来增加湿度 内排的每一面都涂上抹料之后包上保鲜膜 放入冷藏室腌制一夜 腌好肉后烤箱上下火130度余热 如果你有条件使用碳火 请使用间接加热法或者烟熏毒 腌过的肉会出汗 注意用纸擦干 否则你前半个小时是在蒸类排 我们分为四个阶段烤制 每个阶段烤45分钟 搬好三小时 第一个45分钟直接摟烤 直接刷酱料的话 抹料里的调料很难加热到适当温度 然后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准备酱料 酱料是BBQ的灵魂 一个好的酱料应该酸甜咸辣调味均衡 并且要有足够的包裹性和水分来保护肉质 仓鼠教大家的是一个基底酱 你可以在此基础上加入你喜欢的硬质香草 如迷迭香 百里香薯尾草 月桂叶等等 加入一份espresso也是很好的选择 将所有调料搅拌均匀即可 蒜粉可能会结块 不用管它静置一会儿就好 第一个45分钟过去 我们给擂排拿出来刷酱料 这次只需正面刷酱 并且不要翻面 然后放回烤箱进行第二个阶段的烤制 第二个45分钟过去 我们再进行第二次刷酱 这次需要两面刷酱 而且要翻面后放回烤箱 对着肋排的反面进行烤制 这样肋排正反面都会有浓缩后酱料的味道 第三个45分钟过去了 我们的肋排由于肉质收缩 骨头已经漏了出来 扫服告诉我们已经可以吃了 我们要抵住诱惑 然后对肋排正面刷酱 朝上放回烤箱进行最后一次烤制 经过三小时的烤制 现在已经是晚上 我们的肋排已经烤制好 不要急着拿出来切分 要饧肉15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把剩下来的酱料进行浓缩 浓缩到三分之二即可 是很好的手口配酱 最后仓俗再啰嗦一个小知识点 饧肉的真实作用是让肉内部的水分温度降低 这样切开后 因为蒸发而流失的汁水会变少 这才是饧肉让肉变嫩的真实原理 至此我们的美食曼口内排已经做好了 仓俗要再次感谢一路所来各位给予的支持 你们让我感受到了只专注做美食这一件事的可能性 松鼠会再接再厉 继续做出好吃的食物分享给大家 比比比比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